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国际新闻 美国继续诉用菲律宾基地的问题 在最后关头又起了渲染大波 菲律宾总统克拉荣今天是自己带领的群众示威 这种事在全世界几乎是绝无仅有 今天克拉荣带领着20万人走向参议院大厦 抗议参议院初步伙决让美国继续的续约 不法分子当时也趁机作乱 在人群中引爆了一枚土制炸弹 幸好克拉荣总统当时已经进入了参议院里面 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但是克拉荣总统一再重申支持美军续约的立场 他甚至以强硬的态度表示 如果参议院在这个周末做最后表决的时候 仍然否决的话 他将要求进行公民复决投票 务必要使得美军继续足用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十年 以符合菲律宾大多数民众的意愿